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已经确定他会竞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 我们今天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解释过 7月26号他要到华盛顿DC 其实我们当时已经跟大家讲了 这是他要准备竞选总统了 因为从这样的报道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是另外一篇报道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们在报道当中能够品味出其中的意思 那他现在唯一的考虑就是 是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宣布呢 还是之后宣布 这是他基本上他自己这么讲的 这里面有着很大的一个挑战关系 因为如果他之前宣布的话 对现在美国中期选举 对共和党人是有多大帮助 还是有多大的不利 那如果他之后选举的话 宣布选举的话 他会集中在一个客观现实的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上来展现 那那个结果是否出现意外 或者有了更加超乎寻常的一种 一种胜 一种胜术 都是很难讲的 如果在他宣布之前 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 他宣布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 然后在他背书之下 那被他背书的共和党人 一举拿下众议院参议院 那当然是太好 太好不过了 那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那对于他整体的 整体就是把川普 把共和党变成美国第一的共和党 其实叫川普党 就变得非常真实 那如果要 如果他在选举之后的话 那要看客观结果 这是一个比较循规道具的做法 而在之前是非常自我突出的做法 那这些东西是川普自己在衡量 所以据说有70%的几率 他可能在之前 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 就是说他已经决定2024年竞选 只是选择时间 什么时间进行公布 那这篇我们这篇文章是来自于纽约邮报 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 怎么说呢 我正看到比较确切的消息了 原因就是这份报告的 直接的报告是来自于叫纽约杂志 纽约杂志对于他在新泽西 对今天对他进行的专访之下 他讲出的 在我心目中 我已经做出我已经做过决定了 所以没有任何其他什么其他的问题都已经不存在了 在我心目中 我的决定已经在哪里了 那而为什么保持沉默 他就沉默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保持沉默 就是因为这个重大的决定 我是在中期选举前说 还是后公布的话 他说这个我需要考虑的 所以他说你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那这个复杂程度呢 我相信复杂程度只有他自己去接口 所以这是一个他对他真正的影响 就是对美国共和党的影响 美国参众两院的影响 你按照他也不可能不去考虑 不接受他一方 反对他一方的人 对他的看法 都认为他比较比较冲撞 比较争议比较大 他肯定会考虑这些 他不在乎争议 但是呢 他要去衡量这一份争议 更大的争议 对中期选举结果如何 而中期选举是至关重要 他会直接影响到美国未来两年 所以他保守的做法 是这个中期选举之后 而挑战的做法 是中期选举之前 那样的挑战 如果成功的话 那美国天下 就是川普的天下 但这个挑战的本身 会容易给他的共和党内部 跟一些包括支持他和反对他的人 会有了非常激烈的这种对立 非常激烈 场面会非常混乱的 所以这种场面的混乱跟激烈 对中期选举是否好和不好 谁都没办法估量 我相信没有办法 那川普认为有些难 可能也在这里了 所以他认为 我只是认为 以前有些资产 就是讲他自己有资历了 如果我这么做 很多人就会退去 就不会再参选了 因为你看看民意调查 很多所谓要参选的人 都没有注册过 大多数人是这样的 如果他们去跑 如果他们真的去参选的话 基本上他们没有任何机会 只能会失败 我非常有信心 如果决定参选的话 我肯定会赢 然后呢 同样在今天 华盛顿邮报说 他在考虑9月份去宣布他的决定 那而在 之前宣布的概率是70%到30% 这不叫概率 这叫鸡贼 70%到30% 这叫鸡贼 所以他9月份宣布的话 我以为如果7月26号 他的来宣布付出回到 回到这个华盛顿DC的话 应该是有这个时间上的对应的 他7月26号那个活动是这么对应的 但是9月份的宣布参选 我刚才解释了 他的变数太大 他有多大能力去把握这个变数 说不好 那另外也有人跟纽约邮报同样说 是9月份将要公布 华盛顿邮报说 他已经跟顾问会面 由谁来主持整个竞选活动 他的竞选班的竞选经理 他的团队已经着手建立一个网上的竞选结构 那以防他可能会快宣布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东西 辅助的东西 但是呢 又必不可少的 所以一定在他宣布之前都已经就位 那就目前来讲 我们只能说 比如像真相社会 就他目前来讲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量太小 而且他跟他一开始设想距离太大 如果真相社会的话 现在的概念 如果比如说跟推特相比 有他30%到40%的影响力 也就说他有8000万到一个亿的 这个美国环境当中 有8000万到一个亿的follows 那就是完全可以他利用了 就是这么个故事了 那川普一直在跟这些顶级的捐赠者呢 就是募捐者呢 联系 格林恩 如果川普参选 他越早加入讨论 越能赢下下次选举 这是格林恩 那这个人呢 就是十足的政客 这个这个 我们我只能说 在美国人的环境当中 有时候我们还是很难适应 就我个人来讲 都觉得 有些事情不应该那么做 是一个基本道德的问题 他们都没有 他们真的是利益上 川普在真相社会平台上 拿出一篇文章 说中期选举迎来红浪 共和党人重新获得众议院跟参议院 这些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 中期选举红浪来了之后 这一部分红浪 有多大的川普的份额 如果川普在此之前宣布竞选 美国总统 然后跟共和党人成为议题 那席卷了整个参众两院 那个那个概念被人们在 就是他的市场效应 他的整个这种氛围效应 是无以伦比的 但如果他之后才宣布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他很保守 很客观 很等客观 很客观一个结果 对不对 那这样的做法 又似乎不是川普的做法 川普不是这种人 川普是挑战这种人 所以我相信不喜欢他的人 包括华盛顿邮报 也知道他的特点 报告提到说 我们应该从川普的将再次竞选的 再次竞选的事实角度去考虑 再考虑 那川普的目标呢 一直在进行 有人说他会在7月4号宣布 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在川普看来 其他人很多报道都是假新闻 他的采访当中 他也明确讲 他不担心任何人 包括佛州州长 德桑迪斯 那他这里就再次提到呢 德桑迪斯本身呢 他们年龄差距比较大 他说德桑迪斯在竞选佛州州长 说他的支持率只有3% 那德桑迪斯找到了川普 在川普支持的背景之下 一举拿下了佛州州长 位置 所以这是川普讲这段话 那这段话 早在最开始 第一次出现 德桑迪斯跟川普出现争持的时候 就是舆论上出现争持的时候 而德桑迪斯一直保持沉默的时候 川普就讲这段话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现在看来呢 就是在这方面比较 就动作比较多的 言语比较多的是川普自己 是川普自己 那他当然他就提到说 如果他要竞选的话 他认为德桑迪斯不会难为他 德桑迪斯肯定会支持他 那他也知道这个罗恩呢 跟他罗恩也很清楚 他的关系和特点 所以这是他明确提出来的一个说法 那然后下面就再次谈到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的 川普在民意调研当中的 川普的领先的说法 那里面也谈到了一些 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担心 就是川普如果在中期选举前 宣布自己竞选的话 将如何影响该党的候选人 所以而现在在这个 1月6号委员会的调查当中呢 会出现一些麻烦 就是出现一些影子 而作为共和党本身竞选的一些战略家呢 一直认为呢 应该回避这个主题 那在跟民主党的对垒当中 应该把经济通货膨胀 民生的问题放在手条 不要再去讨论川普不川普 是否竞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 现在应该尽快真正的讨论 就是把美国中期选举作为中心 那作为一种竞选的手段 攻击对方的经济政策 我只能说 这是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 真的很有趣的故事 那川普逼党很注重自己的选择 很注重自己的一切 这是肯定的 但是在反过来说 如果说军权神兽的角度来讲呢 他有他的道理 真的有他道理 我们刚才分析很多 包括媒体 包括这些策略家分析的本身 也都是在现在的一种 利弊的角度去分析的 那真正谁是美国总统 那是天意 那是天意 而且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可能外部环境的 出现更大变化 如果7月份已经乱到这份上的话 我们看看这是7月14号 再过半个 还有半个月呢 你看会乱成什么样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有点赌方案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